第一个先看到耶稣复活的是玛丽亚 莫达拉玛丽亚 不是她母亲 是莫达拉玛丽亚 那个被鬼扶的 弃之鬼扶的那个女人 她第一个是先她是 她是第一个看到耶稣复活的人 而她相信 她不是那种 我很博士啊 读了整本圣经很了解 她不是那种背景的人 就是经历神的一个人来的 她就相信耶稣复活了 她就到处告诉人家 有没有 她跑去跟彼得讲 跑去跟耶翰讲 跑去跟多玛讲 多玛说 除非我亲眼看到 要不然我不相信 那想想 跟耶稣三年半耶 日夜跟耶稣在一起 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一起大便 人也是应该生活 她不是说不相信 她相信耶稣 她不能够接受 也不能相信耶稣复活了 她以为耶稣讲的是帮鬼的东西 她讲爽不了 没有事情 不会发生的 不会发生的 可是 你看这个 末大马帝亚 不是门徒 不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但她相信 而是由她去报告给十二个门徒的 所以认识神我要再讲一次 领袖 如果你要做一个很有 很有 很有 很有装备 能够帮助 你要你的服事有果效 你一定要认识神的 你不能说 我这边听这边讲 这边认识这边讲 没有的 你一定要信你信你神的 很多时候我带领 我们教会经历那么多事工 我们建立那么多事工起来 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建堂的过去一点点 也是一种精密的 那些那些是Building Fund Committee 就是那个建堂基金的委员 他们也是经历成的 你知道 你还想回去以前啊 Jaco第一次要做那个建堂的时候啊 开屋顶啊 啊 我们才有十多千怎么开屋顶 对吗 我们不是靠那种资源足足啊 真的我们 你问Jaco知道 我们那时候的教会的资源 只有十多千吧 开屋顶要四十多千 哪来找钱 开了怎么办 很多东西你要 如果你要问的时候 上帝的工作不是这样的 上帝的工作是要踏入红海之后 红海才开的 你永远在那边 不能不能过 上帝真的会带领我们过吗 你永远不能经历神的 你没有事怎么知道 不是没有 你没有事怎么知道 你一定要踏入了红海才开的 上帝讲啊 上帝就会 我希望一天我能够跟你们讲 关于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啊 圣经里面讲的神的应许啊 但上帝讲的应许 也不是说可有可无的 上帝讲的应许啊 比如说他说 他说的偏商 你得了一直是应许啊 应许不是可有可无的 可以有可以没有 已经有了 是要你去哪 我们去哪 上帝给你一只礼物 这礼物很好哦 你在那边看 嗯 可是你不要拿 耶稣已经拿了双手给你 你还是在那边看 嗯很好 漂亮的 这包装 你又不拿 那永远不是你的 那信息是很简单的东西 可是有些人一辈子都写不到 信息很简单的东西 可能 你不是需要你信耶稣十年 一下子你就能做得到 但是要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去经历神 应许 上帝应许是肯定的 很多上帝应许已经是完成了了 已经做了了 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要不要 上帝已经做完了 那你 那为什么 好像我常常有讲一个故事说 有个乞丐他 他 他 一辈子 路数街头啊 没有好吃 还要人家 然后最后呢 到最后的结局 是这二死街头 没有饭吃嘛 人家他死了之后才发现到 诶 他那个 他常常带着那些布袋啊 做枕头 所以里面竟然有一张jack 是200万的一张jack 为什么他不去兑换 因为他不知道 很多人呢 信耶稣的人不知道 原来上帝给我们很多东西 给我们很多应许 给我们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从哪里没有去看 假如他这个奇盖 从哪里没有去看 他的布袋里面有 竟然有一张jack 有200万的路 他去兑换他 就不用饿死在那个街头了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死啊 我说属灵的死啊 我们死得很难看 因为我们不知道 上帝不愿意 我们不知道 很多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啊 要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我们从来没有去翻这个申请 我们也不知道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什么 上帝应许是肯定的 没有模糊的 所以做领袖 你必须要 固守真道的奥秘 去find out 了解更多 从 除了读圣经 你看我从 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 我抱着态度 近到近的为止 我也是抱着态度 我每次读了这个圣经 我很简单 可能我年轻 那时候我是多岁 我很单纯 我看到耶稣做的圣经 哇 我心里面想 我真的是祷告 我在一边读的时候 耶稣啊 给我经历这个啦 为人祷告 祷告使人滑起来 耶稣为亚巴祷告 亚巴能够讲话 耶稣给我机会 这个祷告 给我这个经历 我是这样子讲祷告 我这样子讲圣经来的 然后真正上帝给你这样的经历 真正上帝给你这样的这的机会 你去经历 你自己经历到好 你心里就坚坚强了 你一来越相信上帝能够医治了 什么情况医治 什么情况的难提 上帝也能够帮助人 所以这是一个经历 如果你当圣经只是当着一种故事书 那个历史书 或者一种 你就没有这种经历 如果你讲上帝 这是你的目的 给我经历你 上帝你说你能够这样的 比如说你现在去面对经济的问题 你没钱 你业维 你钱不够用 所以你就祷告 上帝你说你能够提供给用 你甚至能叫乌鸦咬肉给伊利亚 乌鸦是最弹吃的鸟 嘴巴有咬到肉 它还不会自己吞 还会天天咬肉给伊利亚吃 这是一个神迹来的 上帝叫一个最贪吃的鸟 咬肉给伊利亚 三年零六个月 天天哦 这是一个神迹来的 叫一个最贪吃的鸟 咬肉给伊利亚 三年零六个月 而那个鸟 我不知道为什么乌鸦 变成那么乖 不贪吃 不咬那个肉 可能它已经信咬耶稣 我不知道 或者上帝已经封了 咬这乌鸦的嘴 它能够咬 不能吃的鸟 我不知道 但是 是的确上帝 供给了伊利亚 他年零六个月 我也是有这样经历 我的人生里面有三四九个月没有做工 没有薪水哦 会晃吗 没有薪水 如果银行的存折又是零的话 你心里面会晃 晃 但是我做上帝啊 你要供应我 我不是懒惰不做工 我不是坐在那家里面 但是真的是没有 那个 那时候没有错误 没有人要请你 也没有人要你 我有这样的经历 我有这样的情况 我祷告上帝 上帝你 如果上帝留意 你的主意要我要我死掉 饿死掉 OK了 但是我还是胜负 不然我每一天 我九个月里面每一天哦 上帝很信实的提供我 也不是叫兄弟姐妹 还是教会的朋友 还是外面的朋友 我认不认识的那些莫子 或者有时甚至是见过一次面的 哎呀 哎 麦克还记得我吗 我自己都忘记那个人了 天天早餐有人请我吃 午餐有人请我吃饭 晚餐有人请我 不同的人哦 不是一样的 同样的人哦 九个月 直到我 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工作 我经济的工作 那些人不见面了 奇妙吗 你回想起来会抹黑场的 不是恐怖的 你回想 哇上帝真的是 上帝真的是奇妙啊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 这九个月我不知道怎么过 你可以经历神的 其实其实是真的 而且上帝拍的那些人 都不是我 不是我认识的 我不熟她的 不是好朋友的 好朋友请你的 好朋友请你吃饭的 好像是没有什么 应该是 OK的嘛 自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些都不是好朋友来的 陌生人来的 不算是陌生的 就是熟悉的 知道她 但是不是很认识她的 九个月 我有生 生日有三次 有这样的 九个月没有人吃饭 就好像女孩子生孩子 九个月 我没有工作 做三次 这个时间是很煎熬的 但是我依靠上帝 所以你可以依靠上帝 你可以依赖上帝 所以这是变成你的力量了 以后你的服事你就不怕了 你就天不怕不怕 然后我开老人业的时候 我以前开过老人业 OK 我开老人业 我有试过 那个买菜的人呢 他叫Michael啊 那边有12个老人要吃饭 还有4个童工要吃饭 8块钱能买 12个人加16个人 包括我17个人的菜吗 就算能够买早餐也不能买午餐 也不能买晚餐呢 那你要我怎么办 有时候你真的要 你要走到那个山穷水晶的时候 你才能经历上帝的 上帝给我很多证了 我在房间为他祷告 我说老爷不是我开的 老爷是你开的 这些老人 如果你要他饿到我 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真的是有8块钱 我们要反正你做到生计 我这边